接下来看到圆山巷公所为了维护乡里的治安跟交通安全 三年前特别跟联合有线电视公司合作 在乡内16村的重要路口装设了109组的数位化监视系统 透过手机跟电脑就可以及时监看 对于打击犯罪跟车祸事故的厘清成效十分良好 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路口监视系统 圆山巷公所与联合有线电视公司合作 在全乡16村内人口频繁路口 共有109处来装设画面中这样的监视系统 尤其可透过手机或电脑来监看 并在云端调阅画面 作为车祸事故的责任厘清 或是治安防范以及偏灾预警 建构三年以来成效获得地方肯定 相对提升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很好 这对于我们一般的机民 我们一般都有很好的办法 我们曾经发生事故事 比较好教教这个台湾 为了守护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 乡公所设置了联合有线电视公司 109组的监视系统安装在各村危险路口 结合最新科技 透过网路就可以从首席监看 迅速反映车祸的现况 阻止偷切案的发生 打造治安无死角 社区安全再进化 给大家出入得着平安与安心 圆山公所表示 由于监视器不但是高画质 还可随时观看 同时作为犯罪或车祸发生时的佐证 非常实用 所以未来会评估更多路口 来增加监视系统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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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